黃國昌在立法院 黃珊珊走陳貝奇路線 夫人派 然後蔡碧如走在中部 中部 那他們都有美光燈啊 蔡碧如沒有 蔡碧如沒有 當然就剝版面 剝什麼版面 請什麼人 創這個 去秘密集會所 找牧師找道師 蔡碧如立法就告訴我 天主教不太正式的牧師 真的還有一個人 在那裡黏你 我真的會叫他笑死 第二個 他叫我電燈 你這剝這個會大 創一個贏的 天啊在亂點一通 你在拜一尊 我跟你說 我問你拜一尊 你是有哪兒電子這種在包牌 重心給牌丸 重心給副科P 這個 當然是想要剝版面 因為 這個我相信 大家只要有任何社會常識的朋友 如果今天你是柯文 柯文哲的好朋友 不要講柯文哲啦 今天你的麻吉 你的家人 現在被 可能要面臨起訴 甚至被羈押起來 你真的想要幫他 最好方法是什麼 找律師嘛 出錢趕快請這些 多請幾個律師 專家學者 趕快來研究一下案情 要怎麼樣幫他辯護 有什麼樣的證據 還是有什麼證人士 那時候可以出來幫他講話的 這個才叫幫他嘛 你做一個法事 這能幹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是要法院還他清白 又不是請法師還他清白 法師說他是清白的沒有用啊 要法院講才有用嘛 因為 現在民眾黨裡面 一看整個情勢 黃國昌有這個倉派 這個黃國昌啊 跟一些什麼 陳婉惠啦 這種跟著他走的 還有三系 這個黃珊珊啊 然後 然後這個 陳友誠啊 對 還有夫人 母解惠 這個 陳佩琪有沒有 黃珊珊都當佩琪的司機 然後 陳志涵 這個是母解惠系統 這個也很強 哇 蔡壁如一個人在台中 讚了 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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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壇系統 對 左有參派 又有三系 他都不是 怎麼辦 一定要凝固自己的這個 自己的盤面出來 現在 民眾黨 不論是黃國昌 不論是黃珊珊 蔡壁如都要搶這個 堅定不移的核心小場 所以蔡壁如這一招 他為什麼在台中 要弄個活動 把人拒過來 把人實體活動 凝聚力最強 而且雖然 你看 蔡壁如現在跟黃國昌 這個民調問說 對 問說 要代理黨主席 誰最適合 蔡壁如跟黃國昌 你看黃國昌 每天 版面這麼多 蔡壁如聲量 可能才十分之一 但現在民調差不多 所以表示蔡壁如 在這個 整個民眾黨裡面的資責 確實有他的基本盤在 雖然說 沒有 有 有 在這 片